台铁高雄火车站日前收到一封匿名的忏悔信 信中就提到多年前自己当兵休假 只买了六块钱的月台票 从高雄搭到了台中没有补票 但是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良心过不去 所以写下了这封信 并附上了九千元的现金 希望台铁能够原谅他年少不懂事 用六块钱买月台票 从台中坐火车到高雄 一时摊到了几百块车资 换来良心不安好几年 台铁高雄火车站日前在站内信箱 收到一封署名忏悔人的旅客来信 信中提到多年前当兵休假 只买了月台票 没有补票就蒙混出站 一直以来都耿耿于怀 现在终于提起勇气 坦诚犯错 还在信里付上九千元现金 希望能得到台铁的原谅 人心毕竟是善良的 四个多年之后 他还愿意对当时的行为 做一个检讨 然后还留下九千块钱 搭乘自强号从高雄到台中 要四百六十九元 举光号要三百六十一元 九千元的车资 大约可以做二十趟 能收到这封忏悔信 台铁肯定忏悔人 勇于面对过去 也希望他能找回自在和安心 联合报 刘欣军 高雄报导 さ out 到复 right now